021曼联VS来切斯特 曼联受到世界VZ影响 多名主力没有参加夏天的热胜赞 上周末的热胜赞中曼联0BE输给半人 比赛中曼联基本派上了最强阵容 但是伯格巴、卢卡库和费莱尼等球员 依然缺席热身散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赵树季名球员在本场比赛手法的可能性很小 即使出场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状态 也很难预料 夏季转会中 曼联引进了巴西中产服梅德 并引进了后卫达洛特和门将格兰特 从演员情况来看 曼联对于前场的补强力度有限 本赛季曼联中前场依然还是需要依靠卢卡库 拉持福德 方切斯和林加德 不过卢卡库和林加德缺席了夏季热身赛 他们的状态很难保障 另外 白里在与拜仁的热身赛中受伤 还有马蒂奇伤缺 罗霍在本场比赛中也出战成仪 对于曼联的实力造成不小的影响 白切斯特成在夏季转会中将马赫雷斯买到曼城 并且对位引进了摩内阁边框贾扎尔 实力并没有太多下降 夏季被战期 莱切斯特二胜两平一赴 状态比较稳定 莫里尼奥的直较风格相对保守 本场比赛曼联阵容不算完整 莫里尼奥或许会采取比较务实的方式进行比赛 如果曼联在比赛中领先 他们或许会全力保住胜果 对于莱切斯特成来说 周战能够从曼联身上带走一番 也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这场比赛 莱切斯特的战术也不会太激进 这场比赛 我认为曼联最多小胜收官 竞赛推荐让邱平复 比分预计一比零 零比零 零零九格勒诺布尔 VS尼奥尔格勒诺布尔 上一轮 在勒埃福尔的课场拿到一番 非常不错的表现 要知道勒阿福尔这个球队的主场是相当难打的 港口型的主场历来难打 本地蜜蜂也比较纯正彪悍 我记得当年学欧洲历史的时候介绍 勒埃福尔的时候就说 这里是当年欧洲最大的黑人奴隶交易中心 格勒奥尔八年没有足克这里 带走一分民族珍贵 格勒诺布尔这个球队防守很不错 其实在法柄的球队很两级分化 一种就是一攻到底 另一种就是把防守的工作放在头等头条 格勒诺布尔就是防守至上的球队 本赛季格勒诺布尔后防人员流失极大 影员多达八人 这八人全部是中后场球员 但从现在的两场看下来格勒诺布尔 这个球队还真不差 毕竟这个球队的底蕴还在 我记得我早期开始关注 罚甲的时候格勒诺布尔 还是在罚甲打比赛 当年帝老板似乎还是个日本人 尿尔目前取得两年胜 特场打工新生门机会不到十次 但尼奥特就是拿到一个克胜的三分 回到主场打克莱蒙特的时候 主力中场达克斯塔解禁复出 主力后卫布里松目前处于伤病 但从热身效果来看尼奥特似乎保持的状态不错 而且本赛季也没什么大的人员流失 两支球队有十年未曾碰面了 格勒诺布尔在罚 尼的时候尼奥特在罚饼 尼奥特在罚尼的时候 格勒诺布尔又降级了 侦照过往的记录来看 他们都是在主场有优势 这两支球队的终极目标都是保级 本场比赛格勒诺布尔主场出击下 优势自然不容之一 由于防以升班老线来强势 此前两轮联赛步步败 并请王继交绷上三次面对尼奥尔保持全盛下 我相信格勒诺布尔可以对得起半球的盘口让步 综上 本场比赛看好主队获胜 想要更多足球资讯可以私信我